一个人在澳洲留学 有开心的 悲伤的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 成长蜕变的过程 留学 选择一个好的专业 出国 规划出一个优秀的学习方案 与澳洲名牌大专院校学校高层 以及澳洲当地企业雇主 直接面对面 将您心中对于留学生活的疑点 意义解答 欢迎您收听今日留学现场 很多还没有来的学生最关心的 应该就是薪资的问题 那因为你是整个经过agent的服务 这样整个包套这样过去的 所以你去农场工作 你有遇过薪资过低的问题吗 我还蛮幸运的 我带着 因为我的农场工作都是在Sanchenko那里 然后都是在同一间hostel 所以 就是那个agent管理的那一个 对 抛套的服务 而且他们那边好的 他们那边合作农场很多 什么草莓啊 百香果栗芝什么 很多很多 然后而且他们那边好处是 像我们刚开始来的新包 一定是刚到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车 不可能一下带很多钱来买车 他们就有提供交通工具 就是一车然后同一个农场他们就会派车子 然后载大家一起去 对 然后一起去 你就是一天付多少钱的油资 就是大家share那个油资 对 所以你就也不用担心 就是交通问题 所以薪水也有十八九块吧 我做的农场的薪水 当然它有by hour跟by country的嘛 by country就是看当季的那个 那个价钱 就是它有点 就是都会有一些小波动 不过都还是 都还不错 然后像by hour的都大概十九二十 都是税前的话都有十九二十块 对啊 OK 所以还没有像遇到一些什么剥削的情况 我在农场从来没有遇到过剥削 反而我还蛮幸运 有些老板他会给很多 都会多给 像我遇过一个百香谷农场老板 像我们如果是假日去 他就是一个小时二十块给现金 然后有时候多一 我们多做一点点时间 他就会多算五块十五块给我买 就觉得好开心哦 诶那他去农场工作的时候 是自己带吃的去 还是他会提供吃的 自己准备吃的 哦所以你才会很感激那个女孩子 带你去买这个吃 不然你一开始没经验 什么都没有了 被死在农场 第一天去 第一个晚上到 然后隔天就要上工 而且早上五点五六点就要起来 准备出门 诶那如果说一开始去 然后手脚又不利落 然后旁边又有人很会做的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肉脚啊 对啊压力就会很大 他们就会一直push你的感觉 然后你就会觉得 好我要做的跟他们一样好 然后就是这样 因为还是会有主管在旁边检查看 那你前前后后在这个农场这样过日子 然后之后你 我记得你也玩遍了整个澳洲对吧 没有到环澳 不过有玩了 去了一些地方 像我从阳光海岸 我还就一路玩到坎斯 对这样我玩了一个多月 都是跟背包客栈的朋友一起相约出去玩吗 对 而且也都沿路也都住背包客栈 我们也没有买车 我们是搭回狗巴士 因为我发现我几个月之后见你 通常你长大好多喔 然后而且还多了一个德国男友 哦对啊他就是跟我一起去玩的 哦对啊就整个人变得好独立的感觉 然后那个现在也比较看得出来就是 身强体重 哈哈哈哈 比较黑吗 身手皎洁 因为变很黑嘛 那你父母后来看到你这样的转变 有没有很棒的 比较放心的 哦对啊我第一年结束之后回去 然后他们就是 因为我那一年回去之后 我其实没有待太久 我第一趟回去只待一个月 我就去欧洲 然后我回去再跟他们聊天啊 就自己再去欧洲 对我自己又飞了一趟欧洲 那我那时候刚回去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诶真的转变很大 对啊 但是像刚开始他们以为 我只会载一年 就很吃不了苦 对甚至几个月就会回去的 就我撑完了一 我大概我就是这样 很开心的过了一年之后 然后我回去 然后再跟他们讲这边生活什么的 他们觉得 诶真的有不一样 感觉不太一样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过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不太会去阻止我说我还要去哪里 因为我其实我是在澳洲的时候就已经订好去德国的机票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好独立的人喔 所以那时候我是订完机票然后才跟爸爸妈妈说 那 anyway因为我们这个访问时间也是有限嘛 我就想再多问你一点 就是你后来好像也二签了嘛 嗯 你都完成了二签之后 但是你还想要继续留在澳洲 所以你就就现在是办一个学生签证然后干脆就直接选一个课程 打算在这边再多历练一下 然后之后可能又跑去德国打工度假 现在是这个计划吗 哦对啊 我是想说先拿一个certificate 然后之后 因为这个certificate就是 我觉得可能对我之后到欧洲去walking holiday会有帮助的 嗯嗯嗯 对啊 所以我有计划是这里结束之后 可能就是去欧洲 嗯对 可能还不确定是德国或英国 可能其他国家也有可能 嗯嗯对啊 所以你现在从打工度假签证转移到学生签证 应该很怀念背包客的日子吧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觉得我脑袋又坏掉 为什么要去上学了 对啊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要去读书了 OK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访问红瑜到这边 接下来呢还不晓得红瑜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不过看起来真的因为打工度假这个签证呢 人生方面有很大的转变跟成长 希望你的故事也可以感动一些现在正想要出发的年轻人 或者是可能家人在国内很担心的 那给他们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呢让他们参考一下 这个不是说出国就一定有所谓的成功或不成功 但是看到一个从自己这样柔弱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一路现在变成这么的坚强独立又很有能力的女孩子 真的是觉得这个打工度假这两年还是值得的对吧 真的因为像从东岸跑到西岸再从西岸跑回东岸 而且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现在难不倒你了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会有什么问题跑出来 嗯 所以好我们来祝福红瑜 希望你未来越走越顺利 谢谢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AMEC公益赞助 如果您对以上的节目内容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 您可以写信或到我们的官网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业的移民专家以及留学顾问与您进一步联络